嘩,這張照片很美,快幫我拍照 好啊,女神,來來來,準備,3,2,1 嘩,好美啊 女神,女神,你看,我拍得多美 神經病,有沒有搞錯,我這麼醜 我還怎樣上網,我還哪有冰 唉,這女人真的很煩 讓我出這部新機拍照 究竟是什麼新手機,令阿聰這麼有信心 可以討好女神呢 其實就是V-WOLEX雙屏幕版手機 看著,我用這部新機有新功能 嘩,我看見我自己,真的很美 低一點,低一點 你沒看錯,新機正面背面都有一個彩色屏幕 拍照的時候就可以同時開啟 被人拍的都可以同時拍到影像 幫女神拍照就不怕出事了 萬一都是沒有信心 新機還有一個金拍功能 就是可以用畫中畫顯示參考的相片 照著來用相同角度構圖拍照 不過個人來說都覺得挺無謂的 另外,用主鏡頭自拍的時候 當然也可以啟用背面屏幕 同時也有幾特別的圓形補光燈 但效果感覺就不算太明顯 新機最強的是,雖然前後都有屏幕 但機身仍然做到只有8.09mm厚 只是比iPhone XS厚一點 兩邊屏幕的機身 當然都有更易跌壞的風險 另外,它都不可以用普通的機殼 只可以用這款包著邊框的機殼 操作方面,機身左右都有一個屏幕開關鍵 但不要想到這麼複雜 總之無論正背面都是用右邊鍵開關 想隨時轉換屏幕亦都可以這樣 而其實除了轉換屏幕 正背面亦都可以分別開不同的APP 做多工工作 例如一邊看片一邊回報Message 實試了多次都相當順暢 更加重要的是,雙屏可以一邊打遊戲一邊回信息 比起平時要暫時跳出遊戲更加方便 不過亦都發現 或者因為背面屏幕的比例問題 不少應用程式都會縮小顯示 只有部分受支援或跟機原生程式 才可以用盡屏幕 另外雙屏幕亦都支援遊戲模式功能 背面屏幕可以伸延做左右兩個按鍵使用 實際試用來玩PUBG MOBI 設定成為開槍鍵 簡直可以當食雞神器用 講到好像很實用方便 但其實新機都有點奇怪 好像因為正面是全屏設計 沒有M字壓 亦都沒有加熱螢幕 所以面部識別鏡頭就放在機背 即是要用面部解鎖 就必須要反轉機身 不過幸好正面還有Vivo最強的屏下指紋識別 而且比之前更快更準 這部雙面屏幕的手機 實用性我都覺得OK 特別是打遊戲的時候 一邊打遊戲 另一邊可以回信息 另外我都有擔心過 這部機的屏幕轉換的時候 會不會有些不暢順的情況出現 不過實試了兩天後 發現都沒有什麼手機 或者不暢順的問題 加上部機的硬件配備相當強勁 如果你是喜歡新功能 或者新設計手機的話 這部機應該是不錯的選擇 我會想先的機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